到羅東段 伊人段是從四神站開始 那羅東段直到我們的東山站 所以前場是17.5公里 大概規劃出來初步的經費目前大概是252億 我在總執行的時候特別要求我們家用戶 是不是針對伊人縣負擔的部分 能夠在幫我們在配合的部分能夠減少 中間來負擔多一點 那這個部分也獲得院長跟部長的同意 因為不只是伊人縣 我們彰化 我們嘉義市跟我們新北縣 新北市同樣都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這幾個縣市才會比較困難 所以這部分我也跟中央表達地方的困難 所以部長的同意在經費上再補助 那這個案子最後的部分 還是關係到我們禮拜三的審查 我想也請現場的各位媒體記者 大家一起來幫我們多多報導 希望中央能夠重視伊人的心聲 讓鐵路的高架化在伊人縣早日實現 那今天的會刊就到